本影片纯属虚构 谢机的内容也纯属娱乐效果 敬请广大的观众斟酌观看 也由衷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呆呆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要讲你有厌倦的男友 只好将他送给自己老板娘和他女儿的故事 导演还是那么贴心 故事开始就高潮了 搞搞搞搞 隔天一个风和锐利的早上 短发妹带着男主角来到一间三角的别墅 哇,这里真的好大啊 然后两人就进门了 哇哇哇 哇,这里真的很大 很美啊 哎呦,不要那么三八佬啦 短发妹酸了男主角一下 这时一个美女走了出来 哦,原来她是老板女啊 来来,请坐请坐 短发妹问老板女,女儿女呢 她去了哪里 女儿女? 哦哦哦,她还在学校 最近学校有很多活动 这位是谁啊 她是我很熟的伯伯 女儿女没告诉你吗 我们最近都没什么联系了 她打给我都只是要钱而已 哇,我爸看起来很大鸡 你几岁了 你几岁了 三十岁 然后老板女又问 那你觉得我几岁 嗯,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吧 应该是三十岁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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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真甜 累了吧 来,去二楼休息一下 我准备晚餐给你们吃 来到房间 男主角又在 哇了 哇,这间房间真的很大 她问短发妹 那么大的屋子 为什么不租出去 哎呀,你不要管啦 人家有钱 不差那一点 哦,对啦 你要注意哦 千万不要进老板女的房间 不然她会炸干你的 哎呀,怕什么 给那么爽的女人炸干 我愿意咯 她想要了 搞搞搞搞 老板女在煎鸡扒啊 嗯,好吃好吃 煮好了 孩子们快下来吃 男主角看到桌子上的佳肴 哇,都是你做的吗 嗯,好吃 咔咔咔咔 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 房间有人吗 男主角问道 没有啦,只有我们三个人而已 男主角不放心啊 她想要去看看 却被短发妹阻止了 哦,爸,你多吃一点 我过去看看 短发妹来到房间 哇,有一个女人啊 哦,原来是女儿女啊 女儿女看起来和平常人一样 其实她是一名弱智 至上只有三岁 短发妹对女儿女说 小姐,你的礼物来了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 到时候你就好好地享用她吧 晚饭后男主角回到房间 她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不给她进房间看看咯 哇哇 男主角又听到怪声了 是女儿女在飞啊 哇哇 男主角走了下来查看 看是谁发出怪声 正当她要抓到短发妹他们之际 老板女出现了 她要男主角去她房间帮她按摩 按下按下就变成搞下搞下 隔天男主角还在睡觉时 女儿女开门冲了进来 二话不说 就骑在男主角的身上 阿爸,阿爸,起来吃饭饭了 四人一起吃早饭 用餐食 老板女也没忘记用脚撩一下男主角 阿爸,今天是我的birthday 哦哦,生日快乐 礼物呢 呃呃,下次吧 来不及准备 男主角和短发妹回到房间 老师告诉我 她是不是傻的 哎呦,不要这样啦 那,这是她最喜欢玩的玩具 Bye 哦,原来这一切都是短发妹和老板女的计划 目的就是要让男主角和女儿女在一起 就这样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女儿女进了男主角的房间 来了一个霸女硬上网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明白 原来女人要和你分手前 是会带你去见她的老板娘和女儿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请给脚请顶地啦 Bye Bye